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爆料公社一名网友转述,有朋友自2014年搬进新家后,家中厨房频繁出现蟑螂及爬虫类,当时仅局使隔壁为农田导致,不料,同年年底竟开始出现振振臭味,原以为使排水管臭气倒灌,试过各种方法仍不见缓解,便怀疑使动物是臭。 直到最近拆开系统橱柜,才发现里头竟有上百只蟑螂尸体,让人看得头皮发麻。 据爆料公社网友指出,该朋友家的臭味于2017年初已蔓延至客厅,借越靠近橱柜味道越重,而且全家陆续开始出现呼吸道不适,不明咳嗽,皮肤痒等症状。 今年7月屋竹认为是红挽机IC板挂热所引起而向厂商报修,但经维修人员确认并非IC板造成,最后朋友终于受不了恶臭。 便请师傅将系统橱柜拆开,拉出红挽机时,看到上百只蟑螂尸体遍布柜体地板时,令人头皮发麻。 浓烈的蟑螂尾也使人作呕。 事后了解,当初安装柜体时,排水管未完成密封程序,实属施工不当缩制,造成蟑螂研柱排水管而来。 朋友崩溃表示,原来这三年多来每天轰碗机的阵阵恶臭是蟑螂尸臭味,后续与厂商联系时,维修人员说此反复,甚至推究责任给厂商及经销。 自闻引来网友讨论好物心我要吐了。 原来是大型蟑螂屋啊,还以为是系统贵呢? 更有人批评台湾的公司很没有肩膀,怎么经营。 收钱快快,处理慢慢。